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一小時學神室 那其實學神室大家一般大部分都會覺得蠻難的對不對 可是我相信老師應該多多少少都有看到什麼 都有看到最近有很多在介紹小朋友在學神室的對不對 為什麼需要 事實上不只是台灣 在國外從大概比較早開始從2012年開始推 推這種所謂的城市的部分 那你看各位老師應該都還在這個集序當中 有沒有超過這個集序以外的 應該沒有對不對 四歲到104歲都可以學 那會不會很難 一定不會很難 那麼我有請教一下我們那個洪老師 他說現在我們學校六年級也都有教 留一條Scratch 這個麻省理工學的MIT 那麼這個其實是真的有需要 為什麼 因為互聯網慢慢大家就是越來越普及了 那您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 國外的這個一小時學神室是這個官方網站 那上面就有很多的這個教學的部分讓你去玩 那麼你會發現 等一下老師實際體驗看看 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原來學神室也可以有點溫度的 不是很冷冷冰冰的那一種 一定就是我就是打城市嘛 雖然學神室是一定多多少少還是要到城市嘛 可是我們在學習的過程裡面 現在越來越方便 都是用拖曳的這種積木式的去組合 那您可以看到這些都有中文 都有中文 那麼在台灣今年2016年 就是105年也有推動一個 就是所謂的台灣的一小時學神 是希望在今年年底面有機會到達20萬人 雖然我前兩天上去看 目前只有一成 還不多 但是沒有關係 這就是一個開端 就是一個開端 等一下我們可以一起來看看 看一下這裡 你如果有通過以後 可以取得證書 對不對 大部分大家對城市的設計 都是這樣的概念比較多 因為就是要看城市語言嘛 覺得比較不容易 那這個是最近的消息 大家有看到嗎 那個旗王啊 對不對 IBM的啊 這個 他的幕後的設計師是 有一個是台灣人 好 那所以其實你可以在網路上也可以找到 我們現在學程式不在於說 你要變成一個所謂的城市設計師 而是說你怎麼去應用 怎麼去應用它 好 那在這個城市裡面 我們主要是學到什麼 你怎麼樣去做邏輯的思考 邏輯的思考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專注力 因為寫城市要專心 不專心 心有旁悟的話 城市很難寫得好 因為蟲會很多 你要常常修 對不對 那再來當然要細心跟耐心 好 要細心跟耐心 當然你也有很多什麼 創意思考 所以最重要其實還是要解決問題 我們用透過城市只是一個途徑去解決問題 那您了解這樣的概念之後 您先看一下 待會兒您可以進到這個網站 有一個一小時體驗城市進來之後就會看到 它裡面有好幾個 都是大家耳熟能響的 有沒有聽過這個 Micreel 對不對 有些跟 他現在有一個教育類的 然後星際大戰也是今年的 冰雪極限去年的 憤怒鳥 好幾年了吧 對不對 很多 那所以這些東西都可以幫助我們 那待會兒我們大家一起來試看看 剛剛那個 就是這個 跟憤怒鳥有關係的 那它每一個這個關卡裡面 每一個這個程式裡面 都有大概20個關卡 20個關卡 你只要用拖曳新文 來 老師 眼睛 注意看一下 請問有看到程式嗎? 沒有 都是中文對不對? 當怎麼樣 做什麼事情 有沒有? 然後你要做什麼動作就給它拉過來 就這樣而已 就是這樣 那麼簡單 真的 真的 好 萬一難免會卡關嘛 怎麼辦? 你可以再試一下 也可以問問別人 要舉手 我會過去救你 好嗎? 所以了解這樣概念之後 我們現在馬上一起來試看看喔 現在呢 您進到這邊來 一樣的 在這邊 你可以從這個地方 立即體驗這裡 我已經把那個連結做好了 那原則上我們就是用憤怒鳥這一個 大家一起來玩看看 我先玩前面幾關給你看一下 好 你點進來 點進來之後呢 你看 它會有 只要每次有新的什麼 技巧 或者是新的要告訴你的這些 那個程式的一個要注意的地方 它就會有一個這個影片 好 那大部分的這個影片都有翻譯了 雖然有時候是簡體也沒關係 對不對 那如果你真的看不出來簡體 你就告訴他 給我用繁體的 有沒有 這樣 至少你比較看得懂嘛 對不對 那如果不想看 就直接看 字幕的也可以 OK吼 好 關掉 你看我們現在是20關裡面的第一關喔 他說 你要幫他抓到這隻討氣的豬對不對 那你要用移動程式的 好 確定 你剛剛這個看完了 如果忘記了 在左下角這邊 有沒有還有出現在這裡 好 如果他那個提示 就是你要怎麼過關的 一樣在這裡 那你看 你要怎麼樣才能夠抓到他 是不是要走兩格 對不對 所以你看喔 按下執行的時候 向前移動現在有一格 再移動一格 有沒有發現有個尖尖的 就接在他 所以按下執行 你要不要執行向前兩次 好 如果你設計好了 就按執行 他就執行給你看 過關了餒 寫尖詞就這樣啦 真的 你看 你真的寫了兩條尖詞 有沒有 嘿 好 那你就進到第二關喔 有沒有進到第二關 嘿 一樣 要找出來 好 那萬一你如果弄錯怎麼辦 好 我前進 然後又左轉 然後又前進 那你一直請 前進 左轉 弄到 他哭給你看了 對不對 然後他就告訴你 一樣不太正確喔 如果你想要丟掉怎麼辦 按著他 拉過來 變垃圾桶 放開 你就可以繼續了 好 這個就向前三次就解決了嘛 沒有 三次 因為他原本在這裡 再試一次 執行 這樣會不會太簡單 這樣就是在學成 學成次就是這個概念啊 那當然後面還這個範例裡面 我們會學到兩個 回去 因為我們剛剛這種方法 比較笨的方法對不對 剛剛那次比較笨 幾個就要幾次 那我可不可以用 等一下後面會有比較厲害的 好 那你看 向前進 向前進 所以要前進兩次囉 對不對 然後向右轉 再前進 就這樣 那萬一方向不對 你也可以從這邊選 有沒有 可以改變一下按執行 這樣會不會的 二十關輕輕鬆鬆 真的 給你試看看好不好 來 那老師就麻煩進到這邊來了 這裡面也會立即體驗 你進去之後 第一個 你可以嘗試看看 原來學成次也可以像這麼好玩 事實上 這些的成次 你會發現到後面 他們都會在跟什麼 跟我們的那個感應器 還有什麼 機器人 有沒有聽過樂高 樂高機器人也是一樣都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現在還有常常聽到一個名詞叫創客 有沒有 你 不管你是用哪些東西 他們常常會跟這些結合在一起 那你有了這些感應器也好 或是所謂的機器手臂 那你就可以做更多的控制 好